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邓本元指出 三明北站配套设施完备 周边环境优美 展现了现代化交通枢纽的气势 为乘客出行创造了良好环境 他强调 要进一步完善硬件设施 提高软件服务水平 加强设施管护 保障车站设施安全 有序高效运行 从项目策划到正式建成通车 项普铁路凝聚着广大建设者们的辛勤和汗水 邓本元 杜元生一行 看望慰问了不辞辛劳奋战在一线的铁路建设者代表 和他们一一握手 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三明北站开往福州的首发列车 车厢宽敞明亮 车厢内秩序井然 旅客们兴致勃勃地期待着踏上旅程 邓本元 杜元生登上车厢与旅客交流交谈 看望慰问列车驾驶员 希望铁路部门为旅客提供优质服务 努力打造快捷舒适的乘车环境 三明汽车北站是与向普铁路三明北站相配套 形成铁路与公路运输无缝衔接的枢纽车站 邓本元 杜元生等是领导走进车站 详细了解售票 旅客后车安检等情况 邓本元指出 要加快配套工程建设 加强管理 提升服务 增强城市辐射能力 促进人气急剧 向普铁路北街京九县 浙干县 南连温福县 福夏县 以便捷的快速客运和快速货运 将敏干两省紧密联系在一起 对推进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 带动沿线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向普铁路的开通运营 是我是铁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开启了我是高铁运输的新时代 必将对三明科学发展跨越发展 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南昌铁路局 相普铁路公司 永安车务段和沙县党政有关领导 及沙县铁路建设指挥部 相普铁路公司第一指挥部 沙县金谷园管委会负责人参加检查 今天上午伴随着一生敌名 三明北站首发第6541次动车组列车 快速驶向福州 这标志着三明结束了 只有单线低速铁路的历史 从此开启了动车时代 今天一大早 记者在三明北站看到 这里挤满了前来体验首发动车的乘客 喜悦之情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 为了早点见到盼望已久的动车 大家纷纷提前进入站台 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相机 留下动车首发的美好瞬间 眼前这位王先生 一直在关注着相普铁路的建设进展 盼着能早日通车 今天终于梦想成真了 他显得很激动 买票是前天买的 我大概是19号 19号就知道了 自己就等着来看了好几次 这个站到底何时能买票 来看了好几次 想坐第一趟车试一试 感觉一下 观众朋友 现在是9点36分 我们迎来了飞轮奋级的时刻 相普铁路三民尾站 首发核协号动车组已经启动 正在快速的驶向福州 三民从此跨入动车时代 首发动车组启动后 很快就以近200公里的时速驶向福州 过去从三民到福州 旅客乘坐绿皮火车需要七八个小时 再到通高速公路后三个小时的路程 而如今坐动车 仅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到福州 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来自沙县的李宝蒂女士 今天就带着两个孩子来坐动车 她告诉记者 平时忙于做生意 根本没时间带孩子出远门旅行 前些天听说动车开通了 一个多小时就能到福州 于是马上买了票 带上孩子出门玩一天 坐马车 因为我觉得干嘛呢 一直坐在那边就坐在那边 都不能动 那我觉得像比如说火车了 动车之类 我们坐累了可以走走呀 会觉得感觉比较舒服 再一个 我觉得坐中巴车啊 因为我也比较会晕车嘛 就没有那个 我说动车开通了 一要时就坐动车了 又快 就感觉安全系统也会更好 李女士还告诉记者 她是做小吃配料生意的 今天坐动车以后 感觉确实又快又稳 所以她打算到福州以后 再转车到平台 了解一下当地的小吃配料生意市场 顺便拓展自己的愿望 动车在青山中飞驰 两侧宽敞明亮的窗外 美丽的青山绿水 像幻灯片般呈现在乘客眼前 在首发车乘客中 有一批特殊的人群 他们就是参与相簿铁路 规划和建设的干部职工代表 林陈静就是其中的一员 非常自豪 我真的以后可以跟我的子孙 跟我的朋友 跟我的亲人讲的 这个铁路是我建的 一路上动车车厢内满是欢声笑语 乘客以不同方式表达着自己 对乘坐首发动车的喜悦 你说问是什么不好 本次列车终点站 福州车站很快就要到了 现在是上午的10点52分 列车已经缓缓地 许入了福州车站 短短一个多少时间的时间呢 我们就从三民来到了省会福州 昨天的梦想变成了今天的现实 整类车厢的乘客都深刻地感受到了动车的速度 那么动车虽然驶入了终点站 但是动车和乘客的故事还将继续 相簿铁路也只是一个开始 今后随着南三龙等一批铁路项目的建设 三民的动车时代必将续写新的辉煌 据了解今天上午9点南昌西至福州的第6503次和福州至南昌的第6502次动车组列车同时首发 莆田站首发的第6558次动车组列车于9点10分开往南昌 今天上午相簿铁路三民段沿途各线火车站也迎来了首列动车组靠站 现在是上午11点30分 由莆田开往南昌的动车途经建宁车站停靠 这是途经我县的第一列动车 这列动车的到来标志着我县正式步入高铁时代 随着动车缓缓停靠站台 广大旅客在车站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有序上下动车 在出站口热情的建宁人民向最先出站的10名乘客送上花环端上瓷巴 这动车开过来我也是第一次坐了 动车比停车列车更平稳 做得也很舒适 在建宁火车站站前广场 当地群众自发组成的妖鼓队把鼓来得震天响 舞龙队把手中的龙捂得魂元 恨不得把所有的绝活都使出来 为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助威 现在是10点42分 由福州开往南昌的动车首次到达泰宁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旅客们正提着行李 有序地走出车厢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 乘坐这趟车次为第6502动车的游客中 有一个从福州来的大型旅游团队 他们是福建保中旅游集团新开发的 泰宁动车游首发团 旅行团中来自福州的林先生 是第二趟到泰宁来旅游 谈起动车带来的便利 他感触良多 乘坐这趟第6502动车的旅客中 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52位动人嘉力 特别引人注目 他们一下动车就受到泰宁人民的热烈欢迎 整个站台洋溢着热烈欢快的喜庆气氛 泰宁县还为嘉力们颁发了泰宁荣誉市民纪念品 环球比基尼小姐也回赠了各国国旗 据了解 这52位嘉力将参加10月6号在泰宁举办的 环球比基尼小姐大赛国际总决赛 现在是10点55分 由莆田开往南昌方向的第658次列车 首次到达了江乐站 江乐人民期盼已久的火车梦终于在今天实现了 从那个莆田过来 今天走到江乐 对对 坐这动车感受如何呢 很好很好 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坐在上面又舒服 干净 现在是早上的9点53分 从三明北开往福州的第6541自动车 首次到达了游戏站 这标志着游戏人民的百年铁路梦 由理想实现了现实 从此游戏人民告别了首屋寸铁的历史 进入了飞速发展的动车时代 动车缓缓停靠站台后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上百名旅客有序上下动车 来自三明的乘客小王 早早就在网上预定了车票 来感受首烫动车之旅 首烫所以特地来感受一下 因为以前的话 只要到福州啊 厦门才有机会做动车 现在动车也来到我们三明了 这是一次飞跃吧 很多市民纳闷 相浦铁路没有京庭相塘站 却为何叫相浦铁路 据了解 相浦铁路批复立项时 计划是修一条 从相塘到莆田的铁路 可后来线路不断调整 但名字得以沿用 此外 很多市民还有另一个疑问 相浦铁路不是改名昌浮县了 为何还叫相浦铁路 对此 相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有关人士说 相浦铁路是总称 从运营区段上 南昌至福州区段 被命名为昌浮县 永泰至莆田区段 被命名为永蒲县 相浦铁路游干入敏 把我市的旅游资源 最为集中 最为丰富的地带串联起来 被誉为最美铁路干线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三明镜内相浦铁路 沿线的美丽风光 相浦铁路游干入敏的第一站 就是渐宁县北站 游客在这停留 可选择到 闽江原生态休闲旅游景区 感受闽江源头的独特魅力 从渐宁县北站出发 只需13分钟 即可到达泰宁站 泰宁被誉为 中国丹霞故事开始的地方 这里的丹山碧水 相信可以给您带来 无尽的享受 从泰宁站到江勒站 也只需20分钟左右的行程 在江勒 探秘中国四大名洞之一的 玉华洞 可以给您的旅程 带来别样的体验 洞车从江勒站 行驶20分钟 即可到达三明北站 在这里 宁可稍作停留 品尝地道的沙县小吃 也别有一番滋味 从三明北站到游西站 只需17分钟 游西理学彼祖 诸西诞生地的人文景观 相信也会让您不枉此行 相补铁路沿线 曾鸾叠仗 江河纵横 经过武夷山 大金湖 玉华洞 桃金山 青云山等风景名胜区 对旅游情有独钟的朋友 最关注的是景区门票 是否优惠 是否有更为便捷的旅游套餐 下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对台旅游方面 金门 马祖 澎湖 是台湾最吸引大陆游客的海岛 经金马鹏 小三通 赴台湾本岛 也是最便捷 最便宜的赴台旅游通道 记者从旅游部门了解到 相浦铁路开通后 我省旅游部门将在 常规线路的基础上 推出高铁 加游轮的赴台旅游新产品 10月9号 自厦门首发 与此同时 敏干两省将陆续推出 高铁动车旅游套票 优惠活动 和各类优惠奖励措施 刺激做大相浦高铁旅游市场 门票优惠方面 相浦铁路开通之日 至12月底 福建沿县的福州 三明 莆田 三个社区市 约50多个主要景区 集体优惠让例 打出8者以下门票的相关优惠 江西省旅游局 整合江西各地市 及重点旅游景区 共推出了6大精品线路 和80余项旅游优惠措施 包括庐山 景岗山 三青山 龙虎山 乌园等 大家耳熟能详的景区 仅测算 参与优惠的景区 给出了门票价格 平均7折的优惠力度 这里我们需要对 往江西南昌方向的旅客 做一个提醒 根据列车运行图 福州南昌每天有5对动车 需特别提醒的是 南昌有两个火车站 一个是南昌站位于市中心 而另一个位于近郊 名为南昌西站 南昌西站距离市区非常远 坐大巴从南昌火车站 到南昌西站 车程近一个小时 因此旅客购票时 需特别注意 刚才我们欣赏了 相簿铁路沿线的美丽画面 也了解了旅游泄露的优化设置 和门票的折口优惠 这条最美铁路的开通运营 必将给我市的经济社会发展 特别是旅游经济带来积极的变化 三明现已开启了动车旅游的新时代 好的 今天的三明新闻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